弟兄姐妹们早 今天早晨是由我们本堂主任牧师 留港牧牧师来证到 题目是新酒新油新皮带 经文记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是在真言三章十节 真言三章十节 如果你有圣经就可以翻开 翻到之后有网而念 在真言三章十节这里写着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帐有新酒盈溢 这是第一个经文 第二节经文记载在诗篇九十二篇 第十节 诗篇九十二篇第十节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新油高了的 最后一段经文在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 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 而旧的也不相称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了 酒便露出来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我们欢迎本堂主任牧师 刘港牧牧师正大 谢谢你们平安 平安 新年恭喜 新年快乐 谢谢神恩典 这个要大年初一 是礼拜天也不容易 那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弟兄姐妹 身体都受到感冒 病毒的影响 所以有人建议说不要用握手的 我们就这个 抱拳也是 这个我们华蓝抱拳 所以我们好不好 你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 我们先来新年恭喜一下 好 祝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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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新的一年 你知道我们华人是最幸福的 我们1月1号可以过一个新年 对不对 我们农历的新年又可以过一个新年 阿们 阿们 那在今天呢 我向神求恩典 新的一年 2013年 神要把新酒新油新笔带都交灌给我们 阿们 阿们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圣灵 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当中 安慰扶持 教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话语 谢谢主 把新酒新油交灌下来 共助了名求 阿们 第一个经文是 我们再来读一次 新酒淫义 在箴言第三章第十节 请 这样 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有新酒淫义 要不要这个祝福 你的仓房必 2013年 你宣告 神啊 我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Amen 哇 你的家里面的那个 所有的仓库 通通通通通摆满的所有的东西 你的仓库的存款 全部都是充满有余的 那你的酒诈有什么 新酒淫义 Amen 这是今年谁要给我们 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祝福 谁要示你丰盛发达 Amen 那么新酒 你看这个酒诈有新酒淫义 这就是圣经的酒诈 当然它这里 杂草重生了 它这里 我有去过以色列 它就是有挖一个很大的 一个四方形的 你看还有楼梯走下去 然后当你丰收的时候 上面通通是铺满了葡萄 然后后面呢 下面又有一个洞 那就有人工在上面什么 踩你知道 踩踩踩踩踩 然后那个汁呢 就流到下面那个洞去 那你当你丰收的时候呢 新酒就会什么 营溢出来 所谓新酒淫义就是丰收 新的一年向神求恩典 2013年是丰收的一年 那什么叫丰收呢 我就看了一下 你们知道 正道神学院 有副理院长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那他在每一年呢 他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给他一段话 那么今年 就是去年啦 这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2012年 神就给他以赛亚书这段话 你要扩张你的藏路之地 要放强你的绳子 要坚固你的绝子 不要惧怕 因为你必不治什么 蒙羞 所以呢 他就紧紧抓住这句话 那那一年呢 神学院需要多少钱 就去年2012年 神学院需要 预算需要199万 那我刚好 10月10号被邀请去神学院讲道 我那时候一看啦 神学院的那个时候的奉献 还差多少钱 10月10号 还差80万 那我讲到以后呢 院长就跟我聊天 他说 他说我今年领受这句话 就是 然后最后讲完就说 我相信神必不至于让我浓羞 我心里面有捏了一把冷汗 各位10月10号了 还差多少 80万 你知道刘院长还怎么讲呢 他说因为神学院要开PhD的课程 所以除了落神以为美 所以除了199万以外 还要再加17万 第一年的开办费 他就这样子跟大家讲 那一天是10月10号 我心里面真是年一把冷汗 结果到了 真的 庄庄姐妹神是信使的 你知道神学院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到了年底的时候 总共神学院收到全部235万 对啊 我们的神是信使 要拍手我们就有感觉 奉献超过了118% 神没有让刘副理院长羞愧 神是信使的 各位什么叫做心酒营满 就是这个情况 他不只是满而已 他是什么 溢出来的 要199结果拿了235 各位 今年神也要这样子祝福你 Amen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你的包括教会 神都要这样祝福我们 心酒要隐瞒起来 但是呢 圣经都是这样子的 圣经是 往往都是带应许的诫命 什么叫带应许的诫命呢 你如果再去看 刚刚我们读的是真言三章第十节嘛 对不对 那你往第三章第十节再往前看 你就会发现 我原来是有一些你要去执行的部分 那我们就来读一下五到九节 你读的时候你注意 那个药 看这里有好几个药出来 好 第五节我来读 第六节请你们读 第五节 你要尊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第六节请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二世 第八节 这位意志里的路级 知论你的百国 第九节一起读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 出手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告诉我 这里有哪几个药 其实我红色字都帮你们标出来了 要专心什么 仰赖耶和华 还有呢 要敬畏耶和华 还有呢 要尊懂耶和华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刚刚都说 Yes 我希望我今年能够 操访有余 信久隐满 但是这里有说 有三个要做的 第一个是什么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不要自以为聪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如果想要经历到 仓房有余 心久隐满 第一件事情 你要懂得来祷告 你要懂得在凡事上 都要来让神来做主 Amen 你不要自己来做主 你自己做主 你就会走歪了 这是第一个 要仰赖耶和华 第二个 这里又说到 要什么 敬畏耶和华 他说 第七节这里说 不要自以为有什么 有智慧 什么叫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就是不要骄傲 对不对 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不要骄傲的意思就是要什么 谦卑 当你谦卑 然后你远离二世的时候 你敬畏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要祝福你 让你仓房有余 心久隐满 Amen 那么第三个 要是什么呢 要遵荣耶和华 这里说你要以财务和一切出熟的土产 遵荣耶和华 这出熟的土产 我们可以解释为是税前 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讲说 到底我拿到的钱以后 全部花完了 剩下的再来十一奉献 还是说给 Uncle Sam 扣完了以后 再来 其实都不是出熟的土产 就是你拿到的 上帝让你赚到的 这个笔钱 你的十分之一 你就给神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要让你 仓房有余 心久隐满 Amen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了 这也是 刘院长他刚好在去年的感恩餐会 他要讲到 有一个 有一个企业家叫做Stanley 这Stanley 先看一下他的样子 这个Stanley今年已经97岁了 97岁 那他在1933年的时候接受主 在1936年他创业失败了 失望中他感受到神向他说话 到了1940年的时候 他开始 以仅有的37美元 重新开始他的事业 而且他让神 做他的Senior Partner 拥有他公司的什么 百分之五十亿的股份 结果神就开始大大的祝福他 数十年来每年都有营收 那到了1945年的时候呢 在亲近神 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对抢救灵魂的负担 越来越重 感受到神呼召 他要做一个抢救灵魂的人 所以到了1955年的时候 神再次经历 他再次经历神向他说话 这一次神要拥有他整个事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说神是部主 我是员工 祂是员工 结果神大大的祝福祂的事业 祝福到一个地步 祂每一年奉献 单单奉献就达三四百万 你想他赚多少钱 再来他一生至今奉献 到现在为止 他一生奉献了一亿两千万美元 神也借着他带领了两万五千人信主 神兄姐妹 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当我对世上灵魂的负担增长时 我的生意也什么 也增长 你越爱主 你越想要渴慕 来传福音 结果神就一起祝福祂的生意 那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 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 叫做 God owns my business 神拥有我的什么 事业 现在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 要不要来试试看 来经历一下这位 要祝福你 仓房有余心久营毅的神 但是我们刚刚有讲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你记得吗 专心仰赖什么 耶可华 第二个要什么 敬畏耶可华 第三个 你尊容他 你只要尊容神 神就尊容你 有没有 你尊容他 你试着 你说好 那我来尊容我的神 就神就尊容你 你越给神 神越给你 这是神的法则 所以新的一年 神说他要把心久 浇灌下来 他要浇灌在我们的 每一位尊容神 敬畏神 仰赖神的人 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那么第二个要讲的是 心犹高谋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 九十二篇第十节 请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脸牛的脚 我是被犀牛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向神全 2013年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是有被神的高油 所高过的 是有油在你的生命里面的 那这个油呢 油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想到油 油第一件事情就是点灯 点灯 与神会面 苏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请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为点灯 倒成的青橄榄油 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的 他会带你去参观 他那个炸橄榄的 这个器具 古代的 就是这个图片上面这样 他总共有四个石子 四个洞 那你第一炸下去 你知道这个橄榄下去 一炸 第一道出来的 那个是最什么 最清最甘甜的 是最好的 这一炸是在哪里用 专门给什么 圣殿用的 给神用的 就是圣殿要点灯 就是这个所谓的 清橄榄油 那么第二炸下去呢 也是很纯的 这第二炸是用来食用的 我们吃的 炒菜用的 那第三炸下去 那已经比较滚浊了 那个是用来做什么 灶明的 第四炸再下去 那个已经是很多渣渣的 那用来做什么 肥灶 各位你知道 这个油 我们第一炸的油 最好的那个 清晨的油 第一个是要用来跟神会面 是要用来点灯跟神见面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上礼拜在我们的教会 有七天的成导会 我都有点名 我也看了名单 我们平均每一天来20位地球姐妹 哈利路亚 你知道我有去国内石修区 我去那个韩国教会 那他们教会有五千人 那他们有一百天的成导 你知道牧师都有职业兵 到了一个地方都会点人数 你知道吗 所以我去了一下 我就一直在眼睛看一下 扫描一下 大概他们来了一百五十人到两百人之间 所以我就算一下比例 五千人除以两百 我们就用两百比较高一点 所以应该他们教会五千人 他们来成导是二十五分之什么 一嘛 对不对 好 我就这样 那我就在想 主啊 我们教会 现在假如只有一百个大人 或好 加起来 大人小孩加起来一百五十 那我们二十五分之一的话 大概我们教会成导 如果来六个人 我们就什么 就一样 就成功了 感谢神 我们来二十个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这样子一成呢 二十成二十五 换句话说 我们教会应该是有五百人的恩膏 Amen 是的 我们教会要有五百人的恩膏 Amen 会的 过不久 这个椅子通常要坐满了 Amen 所以 现在弟兄姐妹 清晨的那个 橄榄油一炸下去的 那个第一个油 是要用来点 跟神点 跟神会面的 真的 一大早起来 我们现在养成四点半起床 然后五点就到这里 哇 在这里 清晨跟神会面 很有恩膏 很有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 我苦力你 我们下半年还会再有一次七天的 那有一个弟兄就 就说 怎么办怎么办 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说 他就 另外一个弟兄就说 那为什么怎么办 他说好可怒 还想再来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祷告 也许我们就是以后 五点到八点 会在这里 有音乐 有音乐 那我们传道 很多人都会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安静 你就在这里灵修 整个神的同在 会越来越不一样 这第一个 新的一年 我向神求恩典 新油要浇灌在你的神秘里面 新的油就是 你来跟神亲近 那么 你越跟神亲近 那个高游就越不一样 你看我们是 就会来 敬拜完 然后有 灵修 大概半小时 之后呢 大家就各站在不同的地方 在这里安静祷告 一祷告 大概一个小时 一下子就过去了 那么 第二个新油是什么呢 当你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会面 有祷告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有油 你的生命是有油的 新的一年 你的生命是有油 当你有油的时候呢 你的人际关系就会不一样 诗篇一百零四篇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请 又得酒能月人心 喝酒能够什么 月人心 昨天我们除夕夜 我们有几个家庭 有聚会 聚養会以后 也小酌了一点红酒 感觉心里面很畅快 月人心 第二呢 得油什么 得人 得油能够论什么 人的面 当你得到油的时候 那个从神来的高油的时候 你可以去滋润人的面耶 再来得良人什么 养人心 这里又 箴言二十七章 第九节又说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什么 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 也是如此甘美 各位这是一个对比 你就注意看 当你的生命有高油的时候 你的 你在跟人交往 你在劝告别人的时候 你的那个言语是不一样的 是有带着从神来的温柔跟智慧的 所以 弟兄姐妹 我向神成点新的一年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有油 你知道这个 没有油的时候 机器如果没有油 会怎么样 滴滴嘎嘎嘎的 然后最后会什么 坏掉 对不对 如果有油 它就能够什么样 很滋润 能够继续的运作 邱志远弟兄 他 过去七天承导会 他来了六天 其中有一天 因为他去接他的家人 所以他 他弄得太晚 他没有办法 他每一天承导会 除了我们三个传导人的外 他都是最早到的 他是第四名就对了 前三名不算 前三名是应该要到的 第四名 换句话说他就是 所以台语说 叫他得一名 那我想要请他来分享一下 他这个承导以后 他有没有油 他有油了以后 他跟他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我们欢迎他 拍手欢迎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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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平安 或许牧师拿张照片还可以 哈哈 没有 很感谢神 我刚知道这个牧师说要有承导的时候 其实我蛮可慕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承导过 当他有承导的时候 我就前两个月 我就把我的座席改了一下 以前都是晚上才运动 我就把它改到早上 所以我很早就起来了 但是也没到这个礼拜怎么早 早说4点半就起来 我差不多5点 5点半 嗯 因为 我觉得 我想要经历神 嗯 所以在礼拜天 上礼拜天开始 礼拜一要开始的时候 礼拜天我自己的很好市里面 就有打一些草稿说 哎 我要祷告什么 嗯 变神球 那 嗯 刚好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 嗯 我要先替我的大女儿祷告 嗯 因为我觉得 她在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的这些 在她的 嗯 个性上 觉得有点 暴冲的感觉 就是 嗯 脾气会很不好 那我就想说 哎 这个 嗯 把这个 第一个就想先为我的 女儿的 脾气来祷告 那我就 早上我就 哎 起来了 嗯 因为脑子一直在想 所以两点我就起来 哎 就很早 就是 每两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我就起来 然后四点半我就想说 好吧 那也不要再 就赶快一起来弄弄 就开车就出发了 那车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 我要怎么替我的大女儿祷告 可是我觉得神就光照我 就说 神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说 看到我在处罚她 嗯 对 真实的故事 我就在处罚她 我就 不像牧师上礼拜 讲的那个故事说 这个 儿子说 觉得爸爸是用很温柔的眼睛看她 其实我是用 就一样 我就很严厉的眼神 看着大爷 我就 就是很严厉的口语 及这个话语 来 来出发她 那神就让我看到这个 我就发现说 啊 我发现说为什么我的女儿 在这个礼拜会这样子 呃 是因为她认为 我这样子对她 她就会听话 所以她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我 我就会听她 所要讲的 嗯 哎 我就 在车上我就说 啊 应该不是要为她祷告 好像是为我 要为我的 这个 跟她的人际关系 要祷告 就是 这是她的态度 嗯 当然她这个 当然 在打告中间我也求神 求神原谅 嗯 嗯 所以完了以后我就 早上我就很 嗯 开心的 像个小丑一样 就跳跳跳跳到她们房间去 因为每天 早上我都是很 脾气暴躁的去叫她起床 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我很早就起来 所以我的 白天比人家都长一点 所以我就已经早就醒了 所以我就很开心的 到房间去唱歌 给她们一起来 然后呢 我在帮她穿衣服的时候 我就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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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说 爸爸不是故意要这么生气的 就 爸爸可能是在 那个当下 我说可能是爸爸对你太熊了 所以 你认为这个方式 我对你OK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可能认为 你同样的方式对我一次都OK的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和平相处 当然 当中间我也是有保重一点 但是我觉得神都会 继续把我再拉回来 就是不要那么严厉的话语 就是能够将心比心换成是我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礼拜五得招了很多 那也在公司上 其实大大小小的有东西很多 那 嗯 嗯 在公司上的话 就 中间就有个客户跟我下了个订单 就帮我 取消了 那我心里是很生气的 我原本想说 写个email 就想到说 我还要送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cancel的这个费用啊 等等 但是神也是光照过 就说 这个 将心比心啊 这个 达到人数要起来 所以我就写了个email 完整的 就说好吧 那 那 肯定是我们有做过对 那 我说没问题 那从这边到你们国内的运飞 那我们都吃下来 好 结果呢 再隔一天 诶 那就下了一个 就下 同样一个 下了一个订单 是十倍 原来的十倍啊 那我就说啊 感谢神就是 当你换一个角度 或者是换一个方式 嗯 就像神对我们一样 来对 对其他人的时候 我觉得神就会 嗯 大大的 大大的来祝福我们 那 嗯 一拜五在敬拜的时候 这个歌名叫做 成为神迹的器皿 这句话在 我以前不认为是一个 很 很特别的一个字 嗯 因为通常都会说 是神国的器皿 或者是神 神事工的器皿 可是这个竟然是 这个神迹的器皿 我就很 感谢神说 希望 希望 在未来 如果 神允许 如果教会 如果是八点 五点到八点 还有成岛会的时候 我也是 很可慕可以再来 然后可以真正向 嗯 大家再叙说 嗯 可以 成为神迹的器皿 嗯 鼓励大家能够 也能够来成岛 因为真的是 不一样 我的同事就跟我说 欸 外面这几天看起来 特别的红润 谢谢 谢谢 因为我找上了成岛的关系 嗯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一起来 先求他的国 再求他的意义 谢谢 谢谢 欸 谢神啊 有油喔 不是油头粉面的油 对 而是那个有圣灵的膏油 当你有油的时候 就能够 使人的心喜悦 就能够润人的面 他跟我讲说 那个客户给他才订 很小的一个订单 就他却要付 他就要拿到一些这样的 退回来的那个罚款 结果他就 神就给他一个智慧的心 他就 回给他 回给他以后 隔天 那个客户就很高兴 十倍的订单进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都不知道你的言语能够祝福 所以好不好 我们全教会 今年 每一个人讲话 包括回到你的家 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 她说上礼拜听到 牧师的 做光言人吗 然后呢 他就突然发现 他就坐到餐厅去 他突然发现 怎么全教会弟兄姐妹 讲话都和颜映色 哇 都特别的温柔 可是他说 神的话有时候 大概早上用一用 到了晚上以后 又要开始骂先生骂孩子 可是他说 我们赶快再复习 又能够领受到 所以 弟兄姐妹很重要 我们要 我们要 有油 你要一直有油 那你有油的时候 你讲话就滋润人的心 你讲话就不一样 好 那么 除了油 油 油 油我们用来跟神会面 油 来滋润你的人际关系外 油也带来一个圣灵的喜乐 刚刚Rubb说 哇 他总是看到他好喜乐 各位你看 圣经里面就有讲到 我们来读一下 以赛亚书61章13节 请 是华冠与习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再来 喜乐油 代替悲哀 先生弟兄姐妹 你来到神的面前 承导 或者是 花功夫等候神 你知道神会把那个 喜乐的膏油交换进来 我每天就 完了以后 我就从那边走上来 我在第一个位置 才一跪下去 哇 那个里面的喜乐 就涌流 是那个 那个笑不是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都 越来越少笑了 有没有 我们甚至皮笑什么 都不笑 我们甚至嘿嘿 干笑 有没有 但是呢 各位 我来到前面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神给我的笑 是从 腹中涌流的 呵呵呵呵 有点可怕 呵呵呵 哇 那个灵里面的一个笑 各位 是喜乐的 高油的笑 喜乐会代替悲哀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会有很多 忧烦 忧郁的事情 可是 主要帮助你 高油要进来 喜乐的高油进来 所以 你看啊 在西白书一章第九节又说 请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高你 胜过高你的同伴 今天神你要把喜乐油 浇灌在你的身上 新的油要浇灌进来 我们跟神求 主啊 今年一年我生命都有油 Amen 一直有油 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这里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就死骨什么 苦干 有医学这样子讲 很多病 其实都是因为不喜乐 忧愁 结果里面就有苦毒 就生病 很多病是这样子来的 那你如果喜乐 我们的身体就什么 越来越健康起来 我们身体的细胞 就快乐起来 那 我们又有一位弟兄 也来城堡 在吗 Jason我怎么没看到 在那里 Jason也来了三天 Jason住哪里 刚刚我们的Robert 他是住Chino Hill 开多久啊 Robert 20分钟 20分钟 多人多 那刘正经弟兄Jason 开多久 20多 你也开得比较快一点 对 我去过他家 我去过他家 大概要开三四分钟 我感觉 那 距离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这里有神的同在 好 那我们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下 短短的一分钟的见证 他成老以后有什么领受 我们拍手欢迎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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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相机可以分享一下 我只有一分钟时间 那 我就是讲一点就是 在 昨天嘛 昨天要到小家的路上 跟我太太在谈 然后他说 你去祷告啊 你有没有分享一下 我说 可以啊 那他说 你精神有没有加倍啊 去祷告回来 有没有觉得 怎么样啊 有发生什么啊 比较好 我说 我再想一下 精神好像没有加倍 但是 爱加倍了 就是 当 你在这边祷告的时候 你就 除了祷告日常 一直祷告 就会有一支 你 就是 越祷告越稀 而且 越祷告 越有 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像我以前也没有想过 就是 就是比较 不会为美国祷告 而且 也不会 有一些人 就浮现在 我的 通脑中 就是 就是要为他们祷告 所以就觉得 越祷告 就越多 你的爱 就越加倍了 然后越有培训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昨天他在小家讲的比较多 他讲到 爱加倍了 更能够来爱仇敌了 更能够来爱公私不喜欢的人了 各位 你来祷告的时候呢 你就 有那个喜乐的膏油 然后你就 越来越能够来去爱 各位 各位我们有爱的能力是从神来的 圣灵才能够把那爱的能力交换下来 好 所以我们还会有 还会有 但是 最重要就是鼓励弟兄姐妹 你要来有油 你的生命要有油 那你就要问说 那刘无师油怎么来呢 好 在这里 油喔 从等候神来 你要花时间跟神靠近 你要花时间来等候神 那圣经里面 你要去买油 各位 圣经里面讲到 一个比喻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他说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余灼的 五个是什么 聪明的 余灼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 在七米里 各位 你注意看喔 两个人有没有都有灯 都有灯 关键在 一个有油 一个什么 两个都有油 但是一个只有一点点油 一个什么 有预备油 插在这里 再来 新郎 慈炎的时候 他们都打盾睡着 有没有都睡着 十个有没有都睡 都会睡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睡着了 在等候 可是关键在 他们有懂得要预备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 就都起来收拾灯 就在这里喔 余灼的对聪明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什么 灭 各位没有油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 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生命的油是不能分的 也来不及分 说 下次 摩摩弟兄姐妹 她要 她要来服侍 她说 你服侍的这个高油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 不行啊 这个annoying 这个高油 是你每天要来跟神 建立关系才有的 而且一天喔 一天才有一点点而已 一天才一滴啊 两滴的这样子下来 你要纯 可是当你花长时间 每一天你都来亲近神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每一天都做同样动作 那个油就一直下来 下来 那for some reason 你这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你开始是一个油油的生命 你讲话滋润人的心 你里面你侍奉就有annoying 跟一个侍奉干干的 有没有可能 跟没有预备油的 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我记得很清楚喔 我记得我在2007年的时候 谢谢弟兄姐妹 你们让我有半年的时间去安息年 那半 那个时候我去安息年的时候 我真的有感觉到一件事情 哇像一个 我就形容是这样 哇像一个高速行驶的车子 高速 哇那车子开很快 可是里面却没有油 你说可不可怕 这个车子要什么 要翻了 或者是说 里面 你知道如果黑油 我们那个机油 如果 如果一直没有坏 一直没有坏 或者说机油 又弄到消耗掉了 最后整个车就什么 坏掉了 先生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油油 而这个油怎么来 这油就是 你需要花时间来等候生 需要花时间来亲近生 那这也是我们今年 教会说要建立在磐石上 工程的根基在哪里 工程的根基就是 你要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 不仅是灵修 而且是祷告 还要等候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会不一样 你生命会有油 那这里就看到 第十节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的 同他进去做洗衣 门就关了 五个进去了 因为他们有预备 十一节 其他的同意随后也来说 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 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各位前面你有多久没有来亲近主了 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提醒 你不要有一天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主说他不认识我们 因为你没有花时间跟他亲近 但新的一年我们向神求恩典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有油的 Amen 第三 新皮带 新油 新酒 新油 新皮带 三十六节 你们帮我读一下吧 我也有点感冒 三十二节请 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 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 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 和旧的也不相承 这个新衣服你不能拿旧的来补 这样一补整个就什么 撕开来 那同样的这里也说三十七节 再请你们帮忙 谢谢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边漏出来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各位如果新的酒装在一个旧皮带里 那个旧皮带就会什么 裂开来 那新的酒也要装在新皮带 新皮带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 罗马书六章四节 原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什么 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势力复合一样 罗马书七章六节 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 红色字一起来读清 心灵 或做圣灵的信仰 不按着灵魂的旧样 弟兄姐妹 我们新的酒 新的油要浇灌在爱灵教会 也要浇灌在你的生命跟生活当中 你不要再按着以前的老我的模式来服事 也不要再按以前的老我的模式来行事为人 你要怎么样 跟随圣灵的引导 这里说心灵的信仰 心灵或做什么 圣灵 圣灵怎么引导你 你就怎么做 圣灵怎么提醒你 你就怎么行 圣灵如果呼召你来做一件事情 你就顺服 圣灵如果提醒你 要去跟人道歉 你就去做 当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就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可是 如果你还是按着老我的法则在行的时候 你的皮带就会裂开来 因为神要喜欢把新酒交换 既然你还用新皮带 你就要把丢弃救皮带 第二节这里说 第二点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什么 标杆自炮 各位忘记背后吧 2012年过去的事情 我们通通把它什么 忘记吧 2012年有什么不愉快的 奉主的名 我们忘记了 2012年有什么成功的 你要把他什么 抹走 不要一直想当年啊 你知道 因为神有新鲜的恩膏要领到 Amen 2012年有什么失败的 成功的 不愉快的 不能恼恕的 能得罪我的 我们得罪人的 我们都奉主的名 都那么走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你也不要看你的丈夫 孩子 还在看2012年 你2012年那时候怎么样 你2011年那时候怎么样 各位 主跟我们讲说 要忘记什么 背后努力面前 因为这个人 他现在在2013年 他又进步了 他又往前走了 Amen 他又不一样了 2012年 2012年的时候 我们的达德斯才刚结婚 到了2012年年底的时候 他已经做爸爸了 是年底还是基督 年底吗 年底 年底 对不对 到了2013年 他今天要就职典礼的 他要做传道人的 Amen Amen 你还要再看他过去吗 如果我还要再看他过去 我还记得以前 他还在 还没信主的时候 还在操场 在那边抽烟 然后我还要想他这个样子 不用了 奉主的名 这个都挪着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像这标杆之法 2012年的事情 以前的事情 全部都没有了 从现在开始 全新的 所以你要看你的太太 看你的配偶 看你的弟兄姐妹 都是看新的 Amen 你现在看他一下 你是新的 忘记他过去说的 这就是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 Amen 最后 我们做一个结论 新的一年 让我们有三个药 三个药 哪三个药 要仰赖什么 神 要什么 敬畏神 要什么 尊荣神 如果你做了这三个 I guarantee 因为这是神的话 神必使我们 仓房有 充满 有余 辛酒盈利 这是酒的部分 酒的部分就是 神要让你丰盛发达 今年谁要让 那么 第二个部分是油的部分 油的部分是什么 让我们天天来预备油 点灯跟神会面 清早起来就要点那个灯 清早起来点灯 因为那个橄榄油是第一泡就要 第一泡就要给神了 你不能弄到第四泡 第四泡是用来做什么 肥皂的 你拿那个油来跟神会面 可以吗 说不过去 那 跟神会面 然后用喜乐的心 你有油了以后呢 你就有喜乐的心 你喜乐的心呢 就是良药 你的身体是健康 然后你就能够跟人有滋润的交往 各位我们就看到 这个油的部分是谈到你的身心灵的健康 Amen 身心灵的健康 灵 魂体 灵是你跟神的会面 魂是你跟人际关系的滋润 体是什么 你有喜乐的心 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什么 健康 我有时候很喜欢看到佳燕姐 佳燕姐已经七十几 七十几 你今年七十几 七十几 七十八啦 佳燕姐今年七十八 但是你知道吗 她在敬拜跳的那个样子 跟十八岁一样 Amen 她笑的那个样子 那个小姑娘的那个样子 跟十八岁一样 她里面身体是健康 她灵魂是兴盛的 Amen 每次看到佳燕姐我都好喜乐 因为她里面有喜乐的灵 那么第三 新的一年 让我们按着 心灵的心样 就是顺着圣灵的带领 活出新生的样式 所以要更新了 各位 所有的旧事已过都什么 变成新的了 忘记背后都怎么样 努力免贤了 不要再 不要再计较过去旧的事情 然后往前 不然你就会被旧的事情 什么 捆绑住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Amen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新的一年有新的盼望 新的一年带着新的恩膏 我们要往前走 主啊 宣告 2013年 新酒 新油 新皮带 要浇灌在凡属爱灵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 谢谢你的恩典 奉主的名求 Amen 我们来唱第四首回应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